撇开流行不说,对于一天要吃下不少口红的美眉而言,安全性绝对是首要之选,好的口红不只要容易上色,色泽风云,安定持久,更要不伤唇部肌肤的美丽。 口红颜色越深重金属含量越高,研究发现全球女士都爱的口红中含有多种微量有毒金属,其中铝元素的含量最高。 加利福尼亚大学环境卫生科学研究院教授瑟琳,359,此外为了增加唇彩的亮度,制造商们经常在口红中添加天然矿物云母,云母通常含有铅、蒙、个、铝等金属,而且口红颜色越深,金属含量就越高。 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2011年的报告就发现,生花粉色的口红含铅量最高,无色润唇膏的铅含量最低。 欧洲的一项研究发现,棕色口红含铅量最高。 沙特阿拉伯研究人员的报告也表明,深色口红平均含铅量为百万分之八。 9,而浅色口红为百万分之零。 37,虽然口红对健康的为太尚无定论,不过哈蒙德建议消费者应掌握基本的安全常识。 首先,不要让幼儿玩口红,他们对种金属的危害更敏感。 其次,爱美的女士每天只涂抹两次三次口红即可,因为如果每天擦多次口红,等于摄取过多的金属。 这可能会损害身体及神经系统。 警惕口红对女人健康造成的七大危害。 1,口红的主要成分是羊毛汁、蜡汁和染料。 由于羊毛汁成分复杂,容易引起过敏反应,如嘴唇粘膜干裂、剥落,有时感到嘴唇发痒或轻微疼痛等。 2,口红中的羊毛只有较强的吸附性,可将空气中的尘埃、细菌、病毒及一些重金属离子吸附在嘴唇黏膜上。 人在喝水吃冬。 昔时就能将口红及其上面的这些有害健康的物质带到嘴里,使其直接进入体内。 3,所有口红中使用的酶胶油染料都是可怕的致癌物质,而这种物质在口红中的含有量,已经大大超过了食物中所允许的含量。 上口红以后,在说话、喝茶、吃饭的同时,难免会在无意之中将口红填掉进入人体。 4,根据国外有关资料表明,在青年女性癌症患者中有18%的病因与涂口红、口红有关,口红含有较高量的铅、隔等重金属。 铅具有蓄积性,长期吸入人体孔会导致慢性铅中毒,引起贫血、腹筒、肌性肾筛节及脑部神经病变等问题。 5,防腐剂、抗氧化剂。 怕,此类物质已经证明为准致癌物质,如保存器、paraben,会造成乳房肿瘤。 6,口红中的人工色素,在紫外线照射下,可能会转化为突变源,导致癌症。 7,有甜味道的口红含糖精,若食用过量,亦证明会使人罹患癌症。